哈喽大家好我是香妹 上次呢有带大家看这个雪兰俄州的这个别墅 然后我有走向一个院子特别大的那一间 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一间 那目前这间其实是已经出售了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来咨询是说有没有这一间 那我今天就带大家看在它隔壁的这一间 同样也是院子非常大 然后面积也很大 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呢是一个独立室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 门口呢是可以停三辆车 左右两侧都是有院子的 等一下带大家一一看这个院子 今天呢我特地让发展商开给我们 我们可以进去看它实际的一个房间户型是怎样的 以及交付标准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它的交付标准呢 整个大门进来 像发展商已经把这些开关啊都已经做好了 电源的插座全部孔都留好了 我们看到的地砖然后白墙全部做好了 但是天花上呢它是没有灯的这个需要我们自己来装饰 进来呢这里就是一个客厅的区域啊 刚才门进来是玄关然后再进来就是客厅的区域 然后客厅的这边呢就会有大的这个落地窗 采光会非常好 然后在外面呢就是我们的花园了 同样这个花园是很大的 除了里面的这一片呢 它外面也是有一大片的区域 和上次我看的那一间呢是一样的 面积很大 OK我们再去看一下它里面的房间 整个这个厅的面积已经很大了 然后进来呢在左手边会有一间卧房 这个可以用于我们的孝亲房啊 就是楼下的房间 它是套房在里面是自带自己的卫浴的 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客用的卫浴 再进来呢这边呢啊就是我们的楼梯 楼梯的这边呢会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里面呢再进来呢就是我们餐厅的区域了 整个面积很大看到没有 这个区域呢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餐厅和我们的肝厨房 整个它是有两面的这个窗户采光啊 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花园 想要在外面做凉亭啊 然后种种花花草草啊就很惬意的生活 好来我们进来再看它的里面呢这边呢就是它的湿厨房 这里面是湿厨房 它这个我们看到的它交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标准 湿厨房是整个的这个瓷砖都已经贴好了 墙面砖贴好了 然后在湿厨房的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姆间 保姆间里面是有自己的啊卫生间的 然后再进来呢从我们的湿厨房出来 这里是一个生活阳台的空间啊 这里可以放我们的洗衣机 然后在这里晒衣服 看到没有它前后呢都是通风的 都是铁窗 然后前面也是自己的花园 这一块呢可以种一点小蔬菜啊 这块去可以利用一下 然后呢这边呢后面呢也是通向我们的花园的 那在我们的花园的后面呢还会有这个院子 我们去看一下 像这个空间呢 它的整个的L型的玻璃窗啊 每一每一侧呢都是有这个门的 玻璃门我们可以打开可以走向我们的花园 哇风很大哦 所以很凉快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花园了 然后在后花园的这个后面呢 我们还可以走到后面去啊 就走到整个社区的花园了 我们傍晚呢吃完饭呢可以走绕着这个院子走一下 就削削神 然后这一侧呢还有一些香料啊 就是这个发展上呢它有一个特色 它在它整个的社区里面呢都会有种这个香料 我们在这边散步呢都可以闻到这种香味啊 像这边呢有板南叶啊 马来西亚经常用的煮菜啊 或者说煮这个甜品啊 必定要放的板南叶 这边还有香茅啊 都是一些香料啊 这个就是发展商做的非常好的 就是可以供我们业主来使用 很香啊走在这个院子里面 然后楼上呢我们看到都是有阳台的 等一下我们现在就上楼去看一下 整个厅现在全部都是自然采光啊 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采光非常好 现在呢我们就上二楼 像这个呢也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都是木地板的 然后二楼的区域呢就是这个木地板了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二楼的空间啊 首先上来呢这里就是一块小的休息区 就是我们家人可以促膝长坛的区域啊 一般在二楼有这样一个区域呢 我们可以放一个小沙发 平时小朋友呢也可以在这里玩耍 大人在楼下呢可以谈谈事情什么的 然后先去看它的主人房 进来呢在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啊 主人房也是位于我们正门进来的 楼上的这个朝向啊 看到没有整个主人房的面积呢非常大 而且它的每一个房间呢都是有阳台的 等一下带大家去看啊 整个这一面呢 我们可以放一张床啊 面积很大 在这边呢可以自己做一个 步入室的衣帽间 然后再来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洗手间 我们的卫浴了 里面还有一个浴缸哦 这个主人房的配备呢永远都是最好的 里面会有一个浴缸 现在完全啊所有的啊都是自然采光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它的光线非常的充足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 虽然说啊现在是没有灯光 但是这些线路啊以及这个空调的管道啊全部都做好了 一般我们买别墅呢肯定都是要自己有一些个性化定制化的装修的哈 所以就留给自己尽情想象尽情发挥的空间 然后主人房出来呢这个就整个是一个大阳台了 然后这个发展商的特色呢就是给我们做了这样的遮阳板 这个阳台呢是环绕一周的我们来看一下 环绕半圈啊这个是围绕主人房的 而在主人房我们走过来呢就可以看到自己家的花园了就在楼下 今天真的是蓝天白云天气特别好 好吧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其他卧房 那在楼上呢会有三间卧房啊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是第一间卧房都是套房啊 这边是自己的卫浴 然后呢看到没有这里放一张床 然后两侧呢都会有这种窗户啊 这边呢会自带自己的阳台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小区呢是在这个项目啊 这一区最高端的 它只有这个双拼和独立式的户型 那在对面呢那一边呢就会有一些年牌的选择 那从阳台啊我们从阳台穿过来的这边呢可以进入第三间卧房啊 来看一下这边呢是第三间卧房了 然后也是一个套房啊自带自己的卫浴 所以啊假如说想买这个独栋的 我觉得呢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 因为它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都是很喜欢这种院子非常大 那它的院子就非常大了 我还想再去看一下它的院子 我们下楼再去看一下我这个啊站在这个院子就能体现出这个院子有多大了 那我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户型的院子吧 啊很注意要强调一下 因为这一户型呢它是左右都会有采光的 那像隔壁的这一间呢它只有单向的采光 看到没有它这一项是没有采光的 所以这这一间呢就很稀缺了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院子啊 整个这一块的面积呢就很大了 看到没有跟上次的一样花园很大 然后我们进到里面 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啊搭一个凉亭啊 或者说啊假如说大家想养鱼的挖一个鱼池 其实都可以的啊 这个就是自己家的区域了 面积很大 整个社区的环境也很好啊 好吧你有没有心动呢 这个现在我们还可以买的稀缺堵动户型 假如说啊你喜欢呢来找我聊一聊详情 谢谢大家